大家好,我是青墨鸭 从2019年开始,我算是一个比较晚接触爱王纳的玩家 但爱王纳属于是我第一次遇见就喜欢上的游戏 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不断的挑战中享受胜利的愉悦 它并不只是一个单纯恶心人的游戏 它更是一个能够挑战和提升自我的游戏 希望喜欢它的人都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这个游戏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热爱它的人才能够焕发出生机 爱王纳已经有14周年了 希望这个游戏能发展的越来越好 也希望每一个喜欢爱王的玩家都能够在这个游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祝大家14周年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7月9日 只11日 Bilibili World即将开放Ivana战区 有刺激的Ivana挑战赛和精彩的选手表演 详情请观看Oidlo的视频 大家好 我是蓝天白云 是一位在Ivana圈潜水了挺久的Ivana玩家 也是非常荣幸能够被邀请到这里发表我的感受和祝福 首先呢 要祝Ivana14周年生日快乐 这些年来 我觉得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Ivana圈子也是变得越来越有生命力了 不仅出现了各种各样优秀的Ivana作品 也成功举办了多次像大会歌会这样的活动 甚至在今年的Bilibili World中也有了Ivana的游戏区 我呢 也是受到了这样的好的氛围的鼓舞 在这些年来的Ivana浓度也是逐渐的增加 也真正参与到了不少的活动中去 并且收获了非常开心的体验 最后呢 也是希望Ivana圈子在今后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 会有越来越多热爱Ivana的玩家加入到这里 愉快地交流玩耍 留下开心美好的回忆 大家好 我是大皮 Ivana14周年了 很感慨 又是度春花秋落 很高兴 也看到勃勃升级 看到了新的玩家 新的游戏 新的活动 老玩家呢 也有很多新的成就 对于我来说 又大了一岁 随着三次元渐盲 你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日夜爆肝 冲锋陷阵了 但我永远还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为这个小圈子 天砖加瓦 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三年前我在FM大会上跑AMPRO的时候说过 我永远不会退圈 到现在我依然坚持着这句话 这两年闹新冠 全世界都为之承受了很多 现在刚刚有一点点复苏的迹象 大家在爱王的世界里 这份坚持和乐观 那份毅力 我希望这份精神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中 希望大家 各位玩家和各位游戏之外的朋友们 在学习中 生活中 工作中 带着这份乐观 带着这份毅力 在人生中走向更高的台阶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鸡羽 在去年我做了第一期爱王娜历史上的那些第一次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继续考古 探寻爱王娜早期的历史 2007年10月5日 咖喽发布了Iwanna Be the Guy 几天后的10月19日 咖喽建立了一个叫做Iwanna Be the Forums的论坛 给了各位玩家一个可以讨论游戏的地方 这也是第一个Iwanna相关的网络论坛 一般称其为咖喽论坛 2010年3月26日 日本爱王娜玩家Solayuki和Likewanna 建立了Iwanna Be the Wiki 简称Iwanna Wiki 当时网站收录了100多个已经发布了的Iwanna游戏 2011年4月19日 日本玩家Hanshin发布了Iwanna Be the Avoidance 此前 耐久这一元素虽然已经在一些游戏中出现 但Hanshin的这部作品是第一部耐久占了全部篇幅的游戏 2011年6月5日 外国玩家Kinata在咖喻论坛讨论本家的游戏过关技巧时 提到了通过碰墙壁可以让某个缝隙更好钻 这也许就是贴墙这一游戏技巧的第一次应用 两年后的2013年9月24日 外国玩家Ultra Gamer做了一个视频 系统性的介绍了贴墙Align这一概念及其应用 将其发扬光大 2012年1月29日 日本玩家Daito Link举办了一场文教一机的大会 大会使用的近期游戏是Daito Link制作的Iwanna Conquer the Blow Game 游戏共有100面 每一面都有数字标明这是第几面 后来这种类型的游戏就都被称作一击 2012年7月4日 日本玩家Toclo 10发布了Iwanna Go The Dot Kid 在游戏中Kid是一个只有2x2大小的像素点 这也是第一个Dot Kid游戏 2012年10月2日 韩国玩家Oyo发布了Iwanna Kill The Kamelea 游戏的制作目的是庆祝另一位韩国玩家Kamelea的Iwanna通关数达到100 在游戏中Oyo复刻了一些其他Iwanna中的关卡 这种形式的游戏之后就被称为Medley 也就是抄袭项目 2012年12月12日 日本玩家Mario宣布举办Iwanna制作者Contest 最终该活动共收到了16份参赛作品 Otel制作的Iwanna Kill The Reverse 获得了第一名 2013年3月11日 日本玩家Tomo发布了在当时可以被算作高难跳刺的Iwanna P 不久后 3月24日 日本玩家Blue使用Lie这一名 发布了同一类型的Iwanna L 由于Blue的作品令人印象更深刻 这种单面精确跳跃游戏之后就被称作L game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单字母 好的 以上就是Iwanna早期历史中的一些第一次 这里依然感谢国外玩家Kyo 写提供的部分资料 以及老料给我的帮助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2021年10月23日 Iwanna 鸡瓜杯知识竞赛以及大鱼原家 即将在盖巴举行 详情请关注贴吧 大家好 我是鸡羽 今年是Iwanna游戏诞生的14周年 也是国内Iwanna圈的11周年 很欣慰地看到 Iwanna这一系列游戏一直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 也时不时能获得一些热度 原因很好解释 从产业角度来说 游戏自媒体是与游戏行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的 近年来 由于自媒体的发展以及海量内容的涌入 游戏领域也出现了垂直细分趋势 这是通过某一细分领域的聚焦 以拖出其自身产品的差异化 最终建立行业形象的一种市场定位行为 在B站 越来越多的主播UP主 也展现出了个人喜好的多元倾向 因此 通过主打创意项 能让观众积极参与吐槽互动的独立游戏 自然也有可能会突然爆火 在B站发布的2020年游戏区年度盘点中 Iwana系列赫然在列 在BilibiliWord 2021 Iwana游戏也获得了参展的机会 总之 希望Iwana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吧 我是学长 大家晚安 各位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我是学长 Iwana14周年接下蓝导蓝 这个系列的游戏我挺早就接触了 之前是从某紫色头发那边的某个视频入坑的 所以被冠以 专业解说的称号 不是没有原因的 继承了紫色头发的衣博 我玩的游戏可能不多 但是我匀的多 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都匀过 最近可能没怎么晕 然后也是连续主持了好多年的大会 这里宣传一下大会 每年的暑假都会有一场很盛大的大会 大家多多来捧场 也是希望多关注一下大会的官号 两年之前 狂虎给各位的祝福 里面包括了一句 塔要发布了 是吧 仔细想想 宝这边 宝也搁了好多年了 尽量会去做 但是不一定能做得完 这里也是成招 成招专业人士 来帮忙把这个宝完成了 最后祝Iwana这个游戏 能够长长久久的发展下去 我们知道 国内每年暑假会举行发SF大会 大会主要是游戏的速通表演展示 那么今天主要来总结一下大会中那些比较有名的梗 宝 全名Iwana put down the castle 是2019年大会的初见综合竞技游戏 由于游戏制作的不完整性 该游戏需要拿回去接着做 而一般大会初见游戏都会在初见后的一段时间内发布 但宝却一直不见踪影 由于宝的进度非常缓慢 和之前说的狂火的塔很相似 故大家用类似于调侃和催坑塔的方式来催崩宝 在很多时候大家看到一个东西 形状故事塔或者宝 都会用塔要发布了或宝要发布了来整佛 宝也就逐渐成为了一个梗 QQ星指Iwana玩家Q少的毒奶 起因是Q少的毒奶非常毒 在大会中Q少解说的场次中 也经常能看到Q少去毒奶玩家的场面 故用QQ星的奶带去Q少 在2018年发SF大会中 QQ星也作为跳四季表赛冠军的象征性奖 顺带一提的是 之前大会中Q少对同事带Q的玩家的毒奶效果非常好 让大家觉得是因为其名字中带有Q 故大家将这种奶称之为Q加奶 学长是大会的举办方之一 在大会中学长经常担任解说 但学长在解说时尽上奶选手 在把选手奶死时 学长会自称专业解说 由于学长的奶力较强 大会时节目效果很强 故这个专业解说逐渐成为了一个梗 现在学长将在很多玩家的直播间中发弹幕 滚了来独爱玩家 这让许多玩家对学长的弹幕非常敏感 还是很稳 这个FJ怎么回事 好的上去 JC JC JJJY了 JY 这把 这把应该过了 这 哎 你怎么掉下去了 法爷 是第一弹挺高的 法爷 不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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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是我 不是你们你们得让我说话呀对吧 我是个专业解说 这我不能不说话呀 这不说话你看法爷就过去了 这个跳四属于难度很低 但是观众性还可以的 不是难度很 好啊稳了稳了稳了 我只是一个作为一名解说的判断 阿姨表示这个游戏挺简单的 然后他就 就 啊 就 还是不说话好呀 不说话就不卡关了 哎 不对啊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在台湾的玩家歌迷的视频协会日常电音之王中 歌迷在电脑上开了混响设备 使电脑的所有收音全部电音化 由于收听效果和游戏效果比较欢乐 且在20215SF大会中 歌迷跑沙四一加二百分百时 也使用了混响 跑得观看效果极佳 这也就绝对成为了一个问题 来来来 我来来就没得到 太简单了 哦哦 这这么难 这么难 哦 我这 哦 差点忘记了 我跑不死了 哇操 你在买宝殿吗 还行 哇操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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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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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难了 在20年大会的初见随机项目 游戏是类似于大风的玩法 其包含三倍药水 即下回合获得分数变为三倍 与过路费 即下回合你不会获得任何分数 这两个道具 选手禽兽在竞技时 经常在得到三倍药水后 拿到过路费 导致自己的三倍药水失效 由于禽兽在拿到过路费后的表现 几句节目效果 故三倍新宴加过路费 逐渐演变成一个搞笑的词 即使在之后 玩家们玩这类随机游戏时 也可能会提到这个词 随便综合上当了 对我上当了 三倍经验卡加过路费 学长超你妈 谁想的 谁想出来的组合 对呀我好多零分呀 他妈 三倍经验加你妈过路费 真你妈牛逼 你怎么不再更牛逼一点 给我五倍经验过路费 空欢喜一场 在2020年大会的出现随机项目记忆中 部分得分面都有泰罗素材 而玩家禽兽在记忆时 经常在泰罗面神作 而在后期神作与泰罗时 禽兽说了一句 谢谢你泰罗 由于同样也是很有节目效果 故谢谢你泰罗也和三倍经验加过路费一样 成为了搞笑的词 而其后禽兽在神作与唐老鸭时也会有谢谢你 唐老鸭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215SF大会的出现随机也是大佛母式 故三倍经验加过路费和谢谢你泰罗这两个词 在201年大会又被多次提到 在201年大会最后一天的接力赛结束后 下一个表演游戏是I want Nia 当时语言问学长最后一个游戏的名字怎么念 此时学长直接将游戏名喊了出来 由于当时YY有回音 学长的Nia可谓是空谷传响 由于这一生非常洗脑 且学长在21年大会也不断复刻这一生Nia 导致这也逐渐成为一个用来指代学长的等 例如 为什么不用学长的Nia当作早起的起床闹里 就原本的最后一个节目 他那个I want Nia的名字 I want Nia I want Nia玩家法爷 在自己的群操控之约内歌直播时 发今晚歌 在其后会配上一张图片 由于法爷是常歌直播 且每天晚上法爷经常发这句话 故大家总是用今晚歌 中括号图片中括号 来调查法爷的歌直播 如果法爷有一天直播了 群友都会非常震惊 2015年I want Nia玩家Q少 在与别人禁忌I want Nia时 恰好打出了45分46秒的成绩 由于4546与之前Q少的3738很类似 读起来都比较顺 不4546也就成为了一个梗 一般与3738连用 而玩家们速通时 在尽力的情况下 如果计时器能带有37384546这种数字 那都是比较有趣的 2020年寒假 I want Nia玩家宝哥 在与群友po时 金城代飞群友 且当时I want Nia玩家 福珍在po中取的名字也是宝哥 成为了宝哥的替身 久了之后 一些玩家在po时 都开始起宝哥的名字 当时一个途中 有好多个宝哥 之后就流传出 宝哥救我的缩写 由于其后 宝哥在I want Nia中 确实颇有成就 故宝哥救我一词 也就流传下来 现在在I want Nia中 涉及到宝哥的 都有可能会有人刷 宝哥救我 2015年 100层Keylor制作的 南跳棋 CN2发布 该游戏在发布时 有许多玩家来挑战 其中包括 国内I want Nia玩家SF SF在打完CN2的 最终Boss 6比6之后 非常激动 用英文说了许多 其中最有名的是 他说的 Bit this motherfucker 由于这一段过于洗脑 速成为了一个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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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d This MOTHERFUCKER FeedThis MOTHERFUCKER FeedThis MOTHERFUCKER FeedThis MOTHERFUCKER oh my god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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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 this motherfucker beat this mother fucker if if iwana 第10届 咕咕歌会 正在筹备中 将于2022年寒假举办 敬请期待 大家好 我是朴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又到了新的周年庆了 又到了老廖一个人忙里忙死忙活 然后还要负责催更的日子 爱忘了圈又过了一点 今年新玩家还挺多的 希望以后也保持这么一个趋势吧 希望这个圈子也是越来越好 顺便夹来点私货呀 大家能不能支持一下天才国产奶酒 做的天团啊 多玩奶酒啊 求求了 各位Iwana圈的小伙伴们晚上好 我是林梦 今年是Iwana诞生14周年 祝Iwana生日快乐 今年也是国内Iwana圈 诞生11周年 也住国内这个圈子越办越好 由于这个录音是晚上半夜录的 首先老廖辛苦了辛苦了 大半夜过来找我要录音祝福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老廖 多多支持这个视频 也多支持Iwana 希望更多的小伙伴们能 加入Iwana圈这个大家族 老廖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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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